歡迎收聽《紳士角聽新聞》 我是威廉 在中國的COVID-19疫情大爆發之際 被認為是特效藥的美國輝瑞新冠口服藥 在進入醫保的談判未成功 中共的醫保局聲稱輝瑞公司的報價太高 但是專家認為這件事水好深 談判不成功主要是因為中共的政治算計 還有權貴集團的利益輸送考量 中共醫保局發布消息聲稱 2022年國家醫保藥品目錄談判工作 在2023年1月8日結束 2023年談判的藥物 阿茲庫定片清廢排毒裸粒談判成功 Paslovit因為生產企業 輝瑞投資有限公司報價太高未能成功 騰訊新聞零鏡網文章引述消息人士的話 輝瑞中國區副總裁市場准入負責人前運 與醫保局大約談了5小時 輝瑞實際的報價是600多元人民幣 但是財新網在1月9日就指輝瑞未降價 仍然維持在1890元人民幣 綜合外媒的報導 輝瑞公司目前對中國大陸醫院的Paslovit 供貨價是每個療程1890元人民幣 折合不到300元美金 遠遠低於美國、台灣、香港和歐洲國家 所支付的500美元至700美元的採購價 而且在其他國家和地區 藥物採購費用幾乎完全由各國的政府支付 國民是無需自己支付費用 或者只是需要支付極少的費用 路透社透露 輝瑞公司首席執行官艾伯樂 在1月9日舊金山的一場討論會上透露 因為中共要求輝瑞公司要給在世界大多數中低收入國家 更低的價格出售Paslovit 才導致談判破裂 艾伯樂說 他們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 我不認為他們應該支付給薩爾瓦多更低的價格 有網民表示 如果這個藥無效 那麼做什麼要談判? 如果這個藥有效 那麼為什麼因為價格談判失敗? 這就是告訴大家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在1月10日對《大紀元》表示 輝瑞藥物在中國使用的水很深 Paslovit入不了醫保 與價格沒有必然的關係 主要原因是輝瑞是一個由美國控制的公司 中共希望在關鍵核心技術 包括藥物方面都不能被國外卡撥指 是一個政治考慮多於實際考慮 或者醫學考慮的 獲納入醫保的阿茲夫定片是中國第一款新冠口服藥 原本是愛滋病的治療藥物 這個藥因為腦藥新用 臨床數據缺乏 遺傳毒性 生殖毒性 飽受醫學界的救病 另一個納入醫保的是清肺排毒裸粒 將果商業在中國臨床試驗註冊中心查詢發現 清肺排毒裸粒 針對新冠病毒感染一共註冊了三次試驗 但是試驗時間在2021年3月 毒株不僅不是Omicron 試驗樣本也不足 只有100人不到 而且對盲法沒有聲明 所謂盲法是指嚴格的雙盲隨機對照臨床試驗來進行驗證 時政評論員生物博士李燕明 在1月10日對大紀元分析說 中共以輝瑞公司報價太高為理由 拒絕將Paslovic納入醫保 而將療效傳移的所謂 國產抗生官藥納入醫保 可能存在兩方面的原因 第一 中共財政和醫保資金危機 無法承擔疫情爆發引發的 大規模重症患者的醫治費用 第二是中共官僚和醫藥生產工業利益團體勾結 排斥國際醫藥公司 而壟斷國內的醫藥市場 繼續謀取暴利 時政評論員黃克在1月10日表示 這是政治上的臉面問題 別的國家一下子就將這個藥搞了 效果這麼好 那麼它也要搞幾個藥 與人競爭抗衡 雖然它的藥效跟人家的質量不能相提並論 黃克說 這個市場被兩種國產的藥物 瓜分掉了 老百姓人身健康安全利益 就被犧牲掉了 整個中國的醫保體系內幕非常黑 英國《金融時報》在2022年12月披露 中國有權、有錢的階層正在團職 美國輝瑞公司的口服抗生官藥 Paslovit不僅影響醫療資源分配 也令染疫的一般民眾難以得到治療 自由亞洲電台RFA在1月3日指出 目前Paslovit的中國市場許可被中央籍屬企業 中國醫藥集團公司全面壟斷 原裝的Paslovit在部分地區的黑市價格 已經暴漲到幾萬人民幣 還被當成行賄品 李燕明表示 中共從企業和民眾那裡收取醫保費用 然後又對醫保報銷範圍設置種種的限制 中國人繳納的稅金和醫保費用 但是無法得到良好的甚至基本的醫療服務 中共的醫保系統只是為它獨裁統治維穩 本質上已經淪為中共官僚和利益集團的利益瓜分系統 這個背後涉及中共醫藥衛生監管系統 醫藥集團、醫院系統互相勾結 瓜分醫保的資金 另外中共醫保局負責人說輝瑞的臨時醫保 仍然可以支付到3月底 黃大衛認為這個不是現實情況 因為目前大陸這個藥物首先要保障供應軍隊 直屬機關還有地方局級以上的幹部 至於全國各地的中小醫院或三甲醫院 能夠分配的數量並不多 黃大衛表示 剛剛進入中國的時候 中共當局要觀察這個藥物是否真正有效 所以有一段時間在北京等地曾開放給老百姓試用 覺得好它就全部壟斷起來 現在有些錢的人也願意去買這個藥 但是正規的渠道就拿不到 美國生物科技公司副總裁淮海英博士 在1月10日對大紀元表示 說輝瑞和中共沒有談好 是因為他們不想談好 本來中共如果拿到配方 自己生產紡製藥就可以更加便宜 這就是市場換技術的手段 淮海英博士說 人家覺得你們都是富國 還想享受窮國的待遇 你不是說跟美國競爭嗎? 因為中共一直喜歡偷、搶、騙 人家就是覺得你靠不住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輝瑞執行長博爾拉 在1月9日在摩根大通舉辦的 醫療保健產業會議上表示 並沒有與中共當局進行仿製藥的談判 但證實有與中共當局 就著帕斯諾菲的定價進行談判 不過雙方的談判已經破裂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 《大紀元》記者寧海中亦如的報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說到這裡 請大家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您回應 《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你回應 《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支持 《大紀元》